一天投了多少钱呢 总共15-6万 奔山区都是我的 哇 这区长你当不了了大哥 任命媳妇为区长 他娘的他就是出来骗钱的 我们那个群里面十来个人都觉得被骗了 还有别的好几家都已经不做了 这是我加盟的品 大概遇到什么问题呢 9月份开了夜门 就是到12月份过后就是 颜额特别差 现在一天的话就800到1000左右 平均给你算900 毛利率有多少 房市加外卖也就50吧 一天有450的毛利 你在哪个城市啊大哥 安徽不母 是一个地级市是吧 对 好这个店不多大面积 楼上楼下106 我只用了底下楼上没用 楼下多少平 楼下53 这个租金多少钱一个月 4000 现在店家是几个人呢 我跟我老婆两个 人员工资一个月算多少钱 100一天吧 两个人就200 水电器呢多少钱 70块钱 403的固定花销 你现在有450的毛利 你就说目前这个店是没有赔钱的 挣了个人工 这个店投了多少钱呢 总共15-6万 加盟费 加手批物料 付了差不多9万吧 单纯的加盟费多少钱 单纯的加盟费是5万5 你是拿的代理吗 就是什么区域合伙人 奔山区都是我的 你这个区域都是你的呀 人家这个名头给你安得多大 感觉爽不爽那种感觉 感觉我挺傻的 当时不知道 就相当于5万5千块钱 你买了一块地图 是不是 一块一块的扣给你们 来这个地方的合伙人 这个地方的合伙人 在想什么 那为什么看中这个项目啊 就刷 然后老是刷一些这些餐饮品牌吧 然后我感觉他们都说成都的味道好嘛 然后我就跑到成都去了嘛 然后进去之后人家忽悠忽悠 就付钱了嘛 加盟了嘛 你这个权贵多少家 他说有200多家左右 他说的是吧 对 你们实际验证的是多少家 我看我们那个群里面 现在也就十几家 在成都有店吗 好像有一家店 你见到过没有 我见到过 我去过一个 所以说你就给了5万5的加盟费 对 侦探良的不是人 这帮人真的是 你应该是安徽蹦步的首家吧 也是最后一家了吧 有可能 你今年是多大年龄 35了 第一次做餐饮吗 不是 以前是做什么餐饮的 我以前做快餐的 媳妇以前是干啥的 他一直跟着我做快餐 那为什么做快餐的 想着来做这个呢 我之前是送那个工厂 然后后来就是 没打理好关系嘛 然后人家不让我送了嘛 然后我也就不想做快餐了 OK 来360度原地转圈 我们看一看 这个地方是在市区还是郊区 郊区 它是属于一个商业广场 你这个商业广场建成了多久呢 现在差不多一年嘛 你镜头高一点 我看一下楼上是啥 空的都是空的 来镜头再左转 这个是啥 它就是三楼四楼的电影 二楼是没有 然后这个一楼 只用了一个这个做大食堂 只做一楼 这栋楼相当于是商场 人家都没有出租完 对没有出租完 哇 你不就过来开荒的吗 是不是 来镜头再左转 这栋楼是啥 四楼是一个流宾室 还有一个摄影 三楼是网吧 二楼是一个奇牌茶室 你商场的正大门在哪啊 这个 来走出去我看一下 客流是从哪进来啊 70%都从这里走 还有肯德基 肯德基男人估计不要租金吧 估计还得倒贴 对对对对 你怎么知道 不然为什么人家来啊 那肯定还倒贴他呀 来你镜头左转 旁边有鞋子楼吗 这也是一个广场 它这个都快十年了都没人 来镜头再左转 这位这就是居民区 对 这里全是居民区 来镜头转回来 背后那个小区的路住里怎么样 30户左右吧 背后那两栋楼啊 它两栋不止 它这里面有6栋了 才住了30多户左右吧 6栋住了30多户 对 刘逼 那我问你 每天从你这经过的客流 大概多少 一天加起来100左右吧 哇 你这个没人呢 你这十几万进去 简直是打水漂的呀 这个肯德基 现在开业没有 早都开业了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有 周一到周四呢 周一到周四 也就我生意稍微好一点 你旁边的护杀阿姨 生意怎么样 他现在也就在 1000到1500之间嘛 护杀阿姨旁边什么店 零食店 这旁边还有个大食堂 一天嘛 1000到1500之间吧 还有些什么店 这里面一条街 都是卖吃的 你既然往里面 再走一圈 我看一下左边 这边有一个 这个兰州拉面 反正一天能卖个 600到800 这铺子都在这空着的 这个铺子是人家住过了 然后没来装修了 然后这个猪脚饭的话 一天也就在 500到800之间嘛 现在这里面 餐饮店一共多少家呀 总共20多家 往后走吧 你这有服装区呀 珠宝区呀 有啥这些吗 前面有一个 这一个没有其他的呢 没有了 像元旦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有人来逛吗 他这里没什么逛 要么就是暑假的时候 学生会到这个上面 留冰场 这边有两个抬球室 还有个网吧 人也多一点 其他就没什么了 搞个锤子 咋真的是 这个位置是他们帮你选的吗 我们自己选了 然后给他看了 他觉得也可以 现在生意不好怎么说 他们现在不理我们 你说现在总部完全不管了吗 几乎不管 那你的料啥的这些怎么办 就是他的料太贵了 我们就不从他那走了 比市场价贵多少 贵三倍吧 贵三倍 比如说什么东西 比市场贵三倍 就所有的东西 都比市场贵三倍 大哥你知道三倍 是什么概念吗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一包辣椒面 三十块钱 他要卖九十吗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这么牛逼吗 你现在什么想法 大哥 能不能提升一些银额 或者加点品质之类的 你期望一个月 想卖到多少钱 最少吧 也得一万五左右吧 跟你讲 你这个地方有什么不挣钱 第一个你是怪开荒的 我说句实在话 你们真的是胆子大 这个名言人都知道吗 这根本就没有商业 就只有一个电影院 一个肯德基 其他的什么服装 珠宝啥的这些都没有 没有商业配套 就带不来人 带不来人就没法做生意 你现在你在这 是因为你的位置还将就 大家进来就能看得到你 和其他家对比 已经很牛逼了 但是贺流就这么多 每天到这来的 就那么百八十号人 你说这样的生意 有啥好那个的 第二个 这总部 他可能在成都都没有电 就算有可能都不是他的 就敢收你五万五的加盟费 然后食材的成本 是市场的三倍 是不是 你想一下 大哥 你这个店才花了十几万 他就一口气 就给你咬了一大半去 这个都已经完全是脱离了 这个开店的本质 我开个店 我更多的钱 我应该花在什么 房租上 转而非上 结果现在花在了什么 加盟公司上 是不是 所以加盟也踩了坑 所以说现在怎么办 你一个大老爷们 窝在这不是事 这区长你当不了了 大哥 任命媳妇为区长 到这来干 他能增个高工资 增个人工 维持着 在网上也挂出来 挂个五万 六万八万 有人接手 那当然好 如果没有 媳妇在这就经营着 你就跳出来了 你重新去上班也好 或者是重新找一个店也好 重新来搞 第二个 把全国加盟了他的 全部一起找出来 我相信被骗的 不仅是你一个人 我们那个群里面 十来个人都觉得被骗了 还有别的好几家 都已经不做了 就已经关门了 该去维权的 叫去维权 要有人站出来 不然这些真正愿意 去做参与的 踏踏实实去做事 就没法搞了 你像这些公司 他哪叫出来 做连锁加盟的吗 他量的 他就是出来骗钱的 那根本就没把你们当回事 你看他那个商标都没有 是不是没有商标 他那个商标好像是买的 他刚才是讲的 他在成都有公司吗 有办公室吗 有 有几个人上班 电话营销的 反正有几十户 那都是团伙作案 都是出来诈骗的 这种公司 我跟你讲 大哥就要把他捶死 不能让他苟延残喘 就不能让他有喘息的机会 联系这十几家 把该有的证据 全部杀到这些设计起来 联合在一起 到时候找一个委托的 起诉走正常流传 如果金额大 把他们直接送进去 好的 你重新再找商圈 再找位置 我给你看了 你再去做 不要去加品了 不要去瞎折腾了 也不要再去 加盟任何的东西了 好的 就这样吧 好的